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今天我们来聊聊射手座和谁在一起时运气最旺 1.双鱼座 射手座的人和双鱼座的人合作 相互之间关系稳定 很少出现较大的起伏 两人分析问题时的见解往往能够保持一致 尤其是在投资或者团队合作中两人的配合十分融洽 是一对十分要好的合作伙伴 在婚姻方面 双鱼座的人和射手座的人在一起往往能够相互激励 是可以白头偕老的一对 2.白羊座 射手座的人和白羊座的人在一起 你们两人都相当具有热情 两人十分善于合作和投资 往往能够取得共同的方向和目标 相互之间即适合作伙伴又是朋友 在婚姻方面 射手座的人和白羊座的人往往是十分恩爱的一对 两人相近如宾 是一对名父亲时的爱侣 3.处女座 处女座严肃认证 甚至可以说有一些古板 她们会一百一眼地做事 追求完美 对自己的要求严格 这也是射手身上所欠缺的地方 射手座的人太过潇洒不羁 任性自由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很多时候都是三分钟热度 纵使缺乏毅力 不够坚持 在有些时候 射手还是需要处女座的监督和制约的 这样能够激发射手座的潜能 处女座就是射手座的贵人了 4.双子座 双子座的人非常聪明 思维灵活 做事有想法有主见 处理问题很机智 遇到困难也会想出很多办法 社交广泛 也有很广的人脉支持 和射手座的简单直接相比 双子座就更加圆滑一点了 两个人不仅有相近的性格特点 两人之间还会默契无比 也让射手更容易接受双子 从双子座身上也能学到更多东西 双子座是射手座的贵人 射手也会蒸蒸日上 前途四景 5.天蝎座 天蝎座和射手座都不属于 会很快走入彼此内心的星座 一开始只是非常玩的来罢了 但是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 天蝎座会非常欣赏射手座的性格 觉得他们自由 随性 从心而行 会慢慢地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友 天蝎也会给射手一些指点 给他提供一些不错的想法和建议 对射手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大事上能够让射手认真喜新一点 天蝎座就是射手座的贵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